哈喽大家好 这几天天气好 我们今天给 虫哥 清一下毛低虫 早上 控水到现在 现在去喂就刚好了 不能控得太久 希望天气热 我们先上楼 天气都好 水已经准备好了 还是用煮开的水 晾凉了 已经全部冷了 早上到现在的 熊哥跟蚩哥一起用 这就是一个控水的效果 看到没有 早上到现在的 就把水壶撤走了 现在去喂 池哥那边 看到没有 控水之后 才能够保证 他们的饮水 因为我们 加过药的药水 不能放太久 最好就是当天能够喝完 我们总的这边 你清毛低虫的话 3到5天 联系用药 这样子才能清理干净 好几个在外面 还没进去喝 好几个 这里全部都是池哥 到时候配对出载的话 是在这边配的 这个破潮箱 已经用了好多年了 当时还是自己做的 就是没有门 比较不方便用起来 帅哥这边 今天往上准备上隔车 是有点紧 压了两次 正常的话要压三四次的 今天晚上直接上隔车 大概是20公里 明天放 明天放完 回来再放水给他们洗澡 因为最近压龙的 压龙的一个情况 所有鸽子的鸽毛 都是有点脏 都在狭小的笼子里打架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吧 我们下个视频见